欢迎收听coco早餐 我们要介绍的是玉成丁浪漫屋 卖鱼饭专门店的行销总监蔡玉珍 怎么样把台湾的卖鱼 到底生产的系统是如何 我们的卖鱼不止外销还有内销 自从外销上面 可能市场上需要扩增的前提之下 很多的卖鱼的业者开始持续的来增加内销 过去的卖鱼在台湾似乎是一个高档 非常处不可及 实不可忘的一个有钱人 或者是特殊季节的人士才能够吃到的产品 在近几年在台湾的业者努力的耕耘之下 卖鱼在国内已经充满了内销的强大的市场 这个内销的强大的市场 跟我们的食安之间 跟我们的人民的营养 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等一下我们就请蔡玉珍小姐自己告诉大家 今天她还要当礼物天使 因此您就猜到了 我们应该有相关的这个 卖鱼饭的餐券要送给大家 0976518 不过我们有通关密语 如果您准备好 要传送简讯来给我们的话 也要注意通关密语 一定要写得非常清楚 而且您的联络的姓名电话 和联络的方式 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好国际之间最近很多重大的事件 韩国的总统文在寅已经就任 而北韩居然发射飞弹 向文在寅释出了第一道的示警 究竟北韩中国美国跟南韩之间的关系 将会如何的变化 苏联的现在的这个俄罗斯 以及日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警戒的态度 这个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的来观察 在法国这位39岁的总统马克宏就职了 当然他的夫人在画面上是亮点 他穿了Louis Vindon的薰衣草兰的套装 而且穿的是裸色的鞋子 法国人在装扮上面 他们具有天分 而且他们具有一个非常国际一流的产业 可以急速的快捷的提供他们的知名的人物 在重要场合里面展示国威 Louis Vindon LV这个品牌 当然也是法国的品牌 Louis Vindon他们开始推出衣服 已经是15、6年的历史了 在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聘请了非常多不同的时装总监 也历经了他们在服装设计上面 各种不同的风格的变化 终于在这一次法国的总统夫人的穿着上面 向全球展示了法国时尚业的 直牛尔的王国的集团 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品牌 当然我们可以跟美国的总统夫人 在今年的1月20号就职的时候 穿着的衣服是可以相比的 不过这位总统夫人 她大这个总统24岁 站在旁边 她确实是具有一个非常会穿衣服的衣架 她的双腿 这个非常的纤细 而使得她这一次在就职的时候 备受大家注目 而很多的时尚专家 我想如果是Louis Vindon所设计的衣服 恐怕也不少人不敢有威慈吧 所以赞美之声 不绝于耳 多半都是锦上添花 至于这位新任的总统 他誓言要把法国要重新找回伟大跟骄傲 这也是所有的就职者他们的努力 但是能不能做到就很难讲了 好在美国一个重大的国内新闻 已经持续燃烧非常多天了 那就是哈 川普为什么可以啊 这个fire掉FBI的director 美国调查局的局长 为什么会被fire掉 而他fire掉美国的调查局的局长 在美国的政坛掀起了相当程度的波澜 而这个波澜会不会威胁到川普总统的 就任总统之后 他的治理以及他的总统宝座呢 究竟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状况是如何 美国的民主党现在要求要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 但是同为川普同样阵营的共和党 却似乎正在拖延 到底情况怎样 很多人批评川普已经严重危害到总统的职务 这个是川普的政敌 也有人认为这个川普是步上了尼克森 当时疯狂的星期六大屠杀的脚步 他最后会不会面临国会的弹劾 而FBI的directorKumi 他在被fire掉之后 并没有公开强烈的发言 真相是如何的 我们等一会儿呢 在节目当中都要为各位邀请到的 就是文化大学政治系的特聘讲座教授 同时也是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陈一鑫先生来帮我们做深入的分析 今天的节目仍然遵循我们一贯的原则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有十一柱形 相关的议题 有生活的style的 这个 重要的情报 有重要的国际新闻 跟国内新闻的评论提供给各位 希望您能够锁定 每一天早上 礼拜一到礼拜五 七点半到八点 九点 对不起 我七点半到八点是吃喝玩乐 有学问 七点到九点是整个的节目 七点到七点十五分是评论 七点是新闻 这个七点十五分到七点半是评论 好最新的消息 诸葛亮 大肠癌并发肝衰竭 在今天早上五点钟 已经不幸往生过世 今年七十岁 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一则消息 等一会儿呢 有相关的持续的这个发展 我们再提供给大家 诸葛亮先生 他的一生非常的精彩 但是也潮起潮落 颇高 汹涌的过程里面 他自己曾经因为跑赌债 而所谓的这个出国留学 后来他付出 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政坛的 这个一个市场上面的一个震撼力 而这个震撼力 让他据说赚了一些 这个金钱还债 同时也为他的家族 留下了一些遗产 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演出电影 在付出之后 所谓的大尾如曼的系列 也让制作人跟电影公司 在过年的片子当中 赚取了不少的利润 这个是诸葛亮 在最近的大肠癌的最末期 加护病房 或者是最后阶段的照护当中 他的女儿谢金燕 据说跟他已经妇女近视前嫌 也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已70岁过世 在今天平均年龄 大部分超越70岁 而且我们的医疗科技 这么的发达的情况之下 因为大肠癌过世 诸葛亮先生 他的这个医生 想必也让大家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怀念 他有他的风格 他也有他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总而言之 他树立了我们娱乐界不同的一段记录 而这个记录呢 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尊敬 也想必让很多人是这个诬陷缅怀的 刚才我所这个报道的 诸葛亮先生过世的消息 是由中央社所发布的最新的新闻 这个是提供给大家 好 此外呢 我昨天到桃园去 这个看了桃园的国际电影节 当然对于几个指风车剧团 在319乡镇 这个每一个地方的演出 得到在地的这个人士 他们的支持 只要募集到35万 就可以请指风车剧团 到现场去演出 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 进行了非常多年 而导演吴以风先生 就为这个部纪录片呢 也付出了相当多的青春代价 很多人说 这部片子在第一时间拍摄的时候呢 这个很多的主角都还比较年轻 那这个是后来呢 蛮多人呢 都还比较这个年长了 他们的这个长相都比较不一样了 那才开始在昨天呢 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而这个纪录片呢 最后一个镜头 让人非常的感动 感动的这个原因是 以乌秋的这个孩子 他来到台湾打拼 他的家人都没有回去过 他的太太跟他的这个两个孩子 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来自于乌秋 但是并不晓得乌秋长的是什么样子 经过了 父亲带他们回乌秋 看指风车剧团的演出之后 孩子说我是乌秋人 这让我感触非常的良心 因为我们这些外省所谓的第二代 也就是父母是1949年来到台湾的台湾人 从小被教育的时 我们是外省人 后来蒋经国先生任内 他为了寻求族群的融合 因此在身份证上不再写 你来自哪里 而写的是你出生在哪里 所以我的身份证上写的 我的出生地是基隆 也就是在这个族群融合 以及台湾认同的运动之下 我们开始领略 也开始自省 觉悟到我们是台湾人 可是到了最后 回到了我生长出生的地方 基隆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走向基隆 我从小记忆的 那个降风街的时候 总是想掉下眼泪 原来那就是土地的感觉 所以我很高兴 我是基隆人 我先是基隆人 台湾人 在这样的一个觉醒之下 看到寻找唐吉哥的纪录片里面 天真无鸦的孩子 说他是乌丘人 你不禁会热泪盈眶 因为我是基隆人 所以我要为基隆起命 我要跟行政院长 政务委员 以及总统说 我们的基隆 长期被忽视 我们的基隆 虽然有轻溃 81亿的预算 但是我们的基隆 需要发展成为 国际邮轮中心 我们的基隆 好多好多的地方 都是落后的 我们基隆 有非常多漂亮的景点 不管是最北的河滨岛 到基隆附近的野柳 都需要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 我是基隆人 我在寻找唐吉哥德 一个年轻的 21世纪 2000年以后 所出生的孩子的话语 换回了台湾人 台湾魂 寻找唐吉哥德 不仅令人感动 也令人震撼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